字幕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大家又回到Bandex的環節 記得在開始之前要追蹤我們的YouTube 按下YouTube的鈴鐺 追蹤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什麼最新最好的東西你就會立即知道 大家好 我是Muffin 今天請了另一位嘉賓來上來和我們一起玩 他就是我們香港的其中一個很資深的唱片監製 阿華在香港中環的音樂界很長時間 中環的音樂界 中環的音樂界 很長時間 最近在忙什麼呢 這陣子剛剛幫忙完成天制演唱會的事 辛苦了 之後就唱片公司的歌手的新歌 天制演唱會分開了很多次組 辛苦辛苦了 我們今天看到我們身邊放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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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Fender結他 因為開始跟大家玩個遊戲 什麼遊戲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結他裡面 我們暗藏了一支 是真的來自1960年代的Fender結他 我給三秒時間大家猜猜究竟是哪一支 時間到了 我們要問一下華哥 華哥你猜是哪一支 其實我覺得 我一定會知道 因為知道是我大哥 其實如果你就這樣看下去 我這樣看下去 其實我就這樣看下去 是分不出的 真的分不出的 帶來我們今天一個主題 我們先開股 華哥的私人珍珠60年代的Share就是 現在我左手邊的這一支 那不如你再介紹一下你的其他聲音 我們再說一下今天的主題 介紹一下 其實這支是來自1960年代的 其實我想說一下 其實是一些年份的問題 可能是59、60、61、61 如果是黑頸開始 就是59年開始 到61、62、63、64、65、66 其實他們的樣子是一樣的 就是你看下去 其實他們有什麼分別呢 細節的東西 如果在於Vintage 我想現在的Custom Shop 可能它會跟回到60年 61、62、59 它是Slapboard 就是它的Fingerboard 剛剛它上了Trustwork的位置 Rosewood和Maple夾住的位置 那個螺絲是Slapboard 就是剛剛夾住在中間 而到63年開始 它就開始不是Slapboard 首先這裡有分別 如果其他的話 可能會看一些很細節的東西 可能是Local上面會不會有0號碼 各樣東西 而去分別它是什麼年份的 當然它身上也會有自己的印的Stamp 但是剛才你這樣說 當我們將這麼多這些結他版本一起試 其實就是我們遠距離肉眼 就真的考不出功夫 真的考不出功夫 帶回今天的主題 就是我們想說一下這個Fender Custom Shop Fender大家都認識 由Leo Fender創立的一家 全世界最大的結他公司 大家一定要玩過很多Shwet Tekni 很多不同款 那就是因為剛才想說的 就是當我們到了1987年的時候 他們發現很多朋友 他們想找一些 有他們最想要的60年代 50年代的Fender特色 他們想追求一些最好最好最美的Quality 於是他們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Fender Custom Shop結他 剛才說過一點 我們有很多不同年份的特色 不如首先我想欣賞你的新床60 剛才我們說了一些不同年份 有不同的特點 譬如你這支60 最特別的地方是 我們要留意哪些位是60 即是他才有的 其實如果是60、61、62、59的黑鏡 其實它是Statboard 什麼叫Statboard 我們每個有Trust Walk的地方 即是他們調整頸的地方的螺絲 它是螺絲的調整頸位 是貼著Fenderboard 即是這幾年的年份才會這樣 所以你說要分60、61、62的話 你只要再細緻去看 真的要看它身體裡面的Statboard 以及每一個Lock裡面 有一個Cell number 在何年份才會分 好了 我們今天無讀有偶 我們就預備了一支Custom Shop 的60 就是你身邊的那支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 如果你把兩支結他拍在一起 對比一下 其實相似的地方都非常多 其實我眨眼看 其實全部都是Exactly 我想一想 它也是參加Statboard 所以是 所有東西其實是一模一樣 不過我細節一點說 因為那時候Vintage的結他 是不會有5-ray的 是 它是3-ray的 嗯 新的Custom Shop 它全部都是5-ray的 方便 因為可以玩那個夾咪聲 因為很多人喜歡這兩個夾咪的聲 如果是分別最大的就是 可能木頭上有年齡 對Pick up 所有的東西是這個的分別 即是真的年齡最大的分別 沒錯 所以可以看到 其實在Custom Shop的方向 譬如很多朋友很喜歡Custom Shop的原因 就是剛才阿華說的一件事 就是它真真正可以擁有一個 即是不會是完整完美的 即是非常之近似 他們很想要回望 我想要的露靈Strat 沒錯 在哪裡找呢 在這裡你就可以找到 嗯 而且真的做到 其實真的一模一樣 我真的分不到 除了真的要看到 它裡面一些很細節的東西之外 都分不到 好了解釋我現在 我想買一枝Custom Shop 你帶我去選吧 你幫我選吧 那我就想 我解釋 我想要你說是正的 那如果根據你的口味 那你會怎樣去選一枝Custom Shop Guitar 其實呢 吉他呢 一枝真的不夠 首先 對 為什麼它有這麼多的年份分 當然有一定它的特性 所以我就要先知道你想要什麼 是 因為始終 你眼看見這裡的Custom Shop 有些是Mable指板 有些是Rosewood指板 就是選一些淺色一點 就是Mable指板 其實它們兩個彈出來的特性都不同 那有什麼分別 如果你可能是Mable 你彈下去會比較明顯 反應會比較快 如果你Rosewood指板 你所有東西彈下去會比較溫暖 會比較沙律 會比較沙律 所以看看你喜歡什麼性質 好 解釋 譬如我現在說 我想要Mable指板 就是淺色一點的指板 那我之後還有些什麼要留意呢 首先我們留意它出的 首先第一年Mable Lab 就是由五四年開始 它由五四年到五六年的中部分 它都是在用Ash Body 由五六年中到開始打後的白頸 是Elder Body 首先就要知道 因為它們是木頭不同 又是質地不同 其實你可能會喜歡木聲 木聲 木聲重一點 還是你可能會聽下去彈下去 反應快 而且聲音更爽 像Elder 所以看看你喜歡哪些 換句話 其實如果我想選一支 加上我玩Funky 可能會選五七 就是Mable指板 可以這麼說 Elder Body 可能會更適合我 如果不是 就選了Ash Body 就是OG 即是原粒 木聲 對 木聲 對 我們可以這麼說 例如大家去看這些客人吉他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我想買一支五四 我想買一支六零 其實我們說 這個年份的時候 已經是在選擇 我已經選擇某一個風格 或者某一個規格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首先他們最大的分別 我覺得除了木頭上的用料不同之外 手感 因為五四年 即以我玩這麼久 開了很多真的Vintage 或者真的 說回來做 其實五四條鏡是比較粗 實正一點 我們俗清的拍感 對 那個感覺 不是個人喜歡的 但有些人是很喜歡的 而新移到去到五七 五七的時候 我們所謂的V鏡 V鏡也是有一班很大的粉絲 所以為什麼人們會追 通常一是五四 一是五七 都會有其他的大底 這兩個會比較多 例如我們之前聊過 Eric Clapton 就是這個V鏡的代言 沒錯 沒錯 他說連Martin也是有V鏡 我們剛才說了 淺色 Maple的紙版 我們還有另一款 Rosewood的紙版 如果我加上 要買一支Rosewood紙版 的custom shop 我們要留意什麼 首先就是我剛才說過 看看年代上面 例如五九年底 開始有黑鏡子版 六零 六一六二 都是Slapboard Slapboard的意思 剛才都說過 就是Trustwood 剛剛 Maple 和Rosewood 夾著那個位 Trustwood 有沒有碰著那個 因為其實這樣 都很影響聲的質 如果我自己有支六零 其實我也是 除了喜歡六零 我也很喜歡六三 另外也很安靜 因為其實你Slapboard 和Slapboard 彈下去 都有不同一個 令到你很high 即是很有一個 不同的反應給你 你都會很喜歡彈它 那譬如你主觀 以你自己說 例如你拿了一支 Slapboard與否 最大分別是什麼 對於你來說 如果你彈一些 比較 斯文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Slapboard 會很適合你 因為它的東西很集中 會很甜 如果你是 譬如去到六三 不是Slapboard 但是你彈一些 很粗獎的東西 彈一些比較rock 整件事 比較骯髒的東西 Brucey 對啦 六三就會很適合你 而且也是剛才 和 Maple指板一樣 也是 六零的頸 手感和六三的頸 以我所知 六零的 會比較幼細一點 黏一點 可能有些人會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六三 又去到雷頭品 都會很粗的 其實他做過程中 他有五成可以做 他開始做粗 然後變成V 然後變成右 然後最後是六三 不是六三 六零 六零 又會粗 其實每一個年份 頸的粗度都不同 當然你要試過 試上手才會知道 雖然是這樣說的 但我也見過 例如六三 有些很粗的頸 其實都會有有頸 但你真的不知道 那時候 但是大多數 我只能說 絕大部分的分別 會在這裏 所以現在大家去選擇 這些卡森梭吉他的時候 記得當然 自己一定試 試手感 試手感 還有在這個規格上面 大家也可以知道 原來在不同的年份上 其實本身都是一個 叫做大部分的指標 可以告訴大家 你可以怎樣選擇 我們說了這麼久 Custom Shop 其實在Custom Shop 很多朋友都未必知道 就是 Custom Shop裡面 還有王中之王 大師傅 大師傅 他們叫做Master Build 其實我們今天 除了我剛才玩的遊戲一 遊戲二 也有得玩的 其實今天在我們這堆結他裡面 我們都暗藏了 有兩支Master Build 結他裡面 我想大家又會馬上 一眼肉眼看到 哪一支是 大家可以看看 其實真的想不到 不過我覺得有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你身邊的木架 另外一支 另外一支 就是我身邊的藍色 這支 其實Master Build 其實Master Build 就是在Fender Custom Shop 裡面 13個最頂級的師傅 各自都會接受客人的要求 去做一些不同款式 或者他自己心目中的要求 去做一些不同款式的Fender 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Headstock後面 每一支都會有不同的師傅的簽名 你說要我看分別 就是一定要看到這個 我才知道它是Master Build 其實他在用料上面 設計上面 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大家有很多很衰捧的大師傅 例如Dell Wilson Jason Smith 我也喜歡 例如李秀生 你這支是Torch Trouse 還有我現在知道 就是一個比較新進的師傅 叫Kyle Machini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不如Master Build 你又怎樣看呢 對於我來說 其實它是 現在Master Build 是一個再高檔一點的層次 而怎樣為之高檔呢 你首先握上手感的時候 它的手工精細度 還有你彈下去的感覺 各樣東西 你會比Custom Shop的感覺 是再強烈一絕的 很喜歡我這支 你看看我這支 它的Lob 就很造舊化了 但反過來 它的頸子是flame到這樣 但是做了一個WELL 嘩很漂亮 很漂亮 對 這支是其中一個 它好像懶濕圖一樣 但其實它是很漂亮的 你要做得好 用花好心思去做這些 而且你看到它的手工用木的東西 對 你的身體也很厲害 你完全是升級了 而且無論外貌也好 你拿上手感也好 每一樣東西都是大師傅級的 所以Master Build 一度以來還有出現 一直都很受到大吉他手 不停地打獵 所以大家有興趣試一下 因為你遇到 你遇到一支Master Build 拿上手 你真的遇到你的手 遇到你的手 遇到你的樣子 真的不要放過 我們再說多一點 Master Build 剛剛提到 有13個不同的師傅 其實也挺厲害 13個人 每個人都負責 由頭到尾做一支結他 每天都做 所以13個人都去到很久 而且每一個師傅都有不同的風格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去訂一支 屬於你自己的Master Build 其實可以跟我們聯絡 或者幫你慢慢去研究一下這個玩法 對 因為有些人可能喜歡54的身體 但我喜歡57的V頸 又喜歡63的搭配 其實你可以自己去研究一支 他幫你量身訂一支 然後又喜歡Jason Swift幫你做 是的 但是當然 其實Fran 這個Master Build 我覺得真的很棒 你可以根據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去製造一支 你屬於你自己的規格 的結他 這個真的很厲害 不過留意一下 他通常說十幾個師傅 十幾個師傅 其實他可能會訂 每一支結他的時候 需要的時間都會有不同的 當然 如果大家有興趣知道 歡迎你和我們聯絡 我們可以和你慢慢去研究一下 幫你做一支屬於你的結他 好了 今天很快 大家多謝阿華 不是 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 玩Fender Custom Shop 和Master Build結他的心得 那記得 如果大家想試這個Fender Custom Shop 或者想訂Fender的Master Build 你可以去哪裡 當然是來我們通理琴行 我們店舖放了很多很多結他出來 讓大家可以慢慢和我們同事 去聊天 慢慢可以試一下結他 還有記得離開之前 記得要follow我們的YouTube 按下YouTube旁邊的小鈴 follow我們的Facebook 和Instagram 因為最新的東西 你就會立即知道 那我們下次的Bandam 就跟大家玩過 再見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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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